接着我们带您来看这个骇人的案发现场 竟然就在医院的停车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把时间拨回民国的101年 一辆箱行车就停在医院的停车场 而且这一停就是好几天的时间 民众经过的时候还会闻到 从车上跳出了阵阵的恶臭味 警方来到现场查看 一打开车箱不得了了 里头竟然发现一男一女 两具堆叠的遗体 他们是谁又怎么会被丢弃在这里呢 警方进一步追查 发现他们原来是槟榔台的员工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 有两名男子就闯进了槟榔台 把他们给掳走了 是得罪了谁吗 继续追终于真相打白 原来这一男一女谁都没有得罪 但是却莫名其妙了 成为枪口下的亡魂 三峡恩主公医院的停车场 病患家属的车子来来往往 而停在围墙旁的这部箱形车 让人吓坏了 好像那一部小火车是在停车场内 才发现里面有两具尸体 车内有两具尸体 身上还沾有泥沙 疑似溺壁 平时救人的医院旁边成了歹徒 弃尸的地点 警方立刻拉起封锁线 而前一天 好山好水的宜兰东山乡 湾间八点多 已经人车稀少 其中这间槟榔滩 一如往常准备打烊 依然地区如果晚上十点九点过后 就人车就很少 男孩子在外面 女孩子还在里面 已经电灯都关掉了 店内的潘姓女店员和女性友人 准备打烊之后一起回去山上 万万没有想到 有两名男子早已经手持着刀枪 在外头虎视眈眈 拿长枪 压那个男孩子进去电脑店 然后将教他们两个趴在地上 然后再做捆绑的动作 压上车 然后把里面的电灯什么都关好 铁门也拉下才离开 歹徒将店内两人带走 还拉下铁门 这一切神不知归不觉 比较乡下一点大马路 夜色比较暗 所以没有人有发现 没有 但是歹徒万万想不到 却还是有人募集了整个经过 拿枪跟拿刀 然后压着他们 那你这时候看到的时候 你又马上就切掉就报警 冰狼滩的张姓老板 平时住在桃园 每一天用手机来看女友收摊的情况 没有想到却是目睹了这一切 大哥大里面看到有两个男的射线人进去冰狼滩 一个拿枪 一个拿刀子 就进去冰狼滩里面把人压出去 遇上恶煞直接闯入店内 而如今两人不知取消 缺少了监视器画面 但还好有冰狼滩老板的这一双眼 他募集了整个经过 认出了一名歹徒身材瘦弱 留着短短的平头 似乎很眼熟 他的男朋友叫刹兵你知道 他刚好上网 刚好电话打进去查 看到他有一个 很像他的魅系 有拿枪冲进去 后面拿一个刀子 因为他魅系是没有戴帽子 从形态他看得出来是他魅系的 另外一个是有戴帽子 他不知道是谁 到冰狼滩将人押走了其中一名歹徒 可能是自己的魅系 彼此有什么样的仇恨呢 他最主要还是要找 找他老婆 找不到 他老婆好像一直逼不见面 沈姓男子和妻子两人经常争吵 一年多前分居 妻子因为家暴离家出走 而沈姓男子曾经多次 来到槟榔滩要找人 他之前有去找过他 好像有几个冲 找不到人还起了争执 如果这一回又是要来找老婆 但为何要将两名无辜的人 给强压走 虽然犯案动机让人想不通 但警方根据资料来查证 沈姓男子的确有来到云南 几乎是布下了天罗帝王 要来找寻这名沈姓男子 同时也担心人质的安危 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有可能担心他会去找他太太 就是要逼这两个人 找他太太出来 结果都没有 终于直到隔天上午六七点 警方看到沈姓男子的车子 回到了英哥中山路的租屋处 我带他太太过去上五楼去 然后跟他敲门 请他打开门 他就是自自不利 里头湾是没回应 都没有回应 大概两个小时都没有回应 明明车子在 人也在 但沈姓男子就是不开门 知道说车子回来就是人在家里了 人在家里了 因为当初我们在敲门的时候 从楼下看到 看到楼上 有一个头探头来看 所以我发现说应该他是在家里 耗下去不是办法 警方立刻申请鞠票 破门攻坚 破门进去以后 他很胜定 他是 因为装睡在床上 神性男子见到警方态度冷静 虽然祖贤他的表情看不出来 事实上祖贤是非常冷静的 但是从他的手心冒汗的这种 这种客观的情形 就可以了解 事实上他是有参与 绝对 这个人质的下落他绝对知道 虽然表现得十分冷静 但却也相当傲慢 他是相当狡猾 他要跟他对话的 他要找能够做主的 所以像我们的干人跟他谈 他他都不谈 是杀的台式 杀的台式是你杀的 跟他做彼录 他说我们关位太小 他不敢打败 我就做自己 问十句他没跟你印象 问他死去他没有回答你一句 针对两名人质的下落 审计男子全都三肩齐口 一开始他变成他确实是有 在冰凉滩有发生口角冲突 但是并没有把人质带离冰凉滩 我问他说那两个人呢 他说不晓得要回去了 他就这样回答 一直到了晚间十点 检察官才终于突破了他的心房 来到了三峡恩主公医院的停车场 找到气湿的乡型火车 他才跟检察官讲了一部分说是 车子是在恩主公这样回答 但他会认为在哪里 他这部分没有讲 当我们另一个小组 到恩主公医院的时候 就发现那一部小火车 是在停车场内 才发现里面有两具尸体 人是不是你杀的 我为什么要杀他们 两名人质证实已经遇害 家属来到三峡认识伤痛欲绝 我也是接到电话我才知道 我接到电话是不是十二点多了 听到这个消息 我整个快崩溃了 觉得很无辜 跟他们没有关系 结果被杀来都觉得很无辜 很牛 案情水落石出 但因为自己家暴问题 害两人无辜送命 虽然审幸男子的妻子和哥哥 一起来到被害人的家中下跪 但家属还是无法原谅 夫妻失合伤害两条人命 也托了同父异母的弟弟一起来犯案 他就试着要跟警方来斗志 那希望这个整个杀人罪 他能够一肩扛下 那这个当然警方能够感受得到 虽然他想要一肩扛起责任 但兄弟俩还是被依杀人罪起诉 并且求处死刑 恃夺公权终身 最后依旧难逃法律制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